三、四、一、三 來到第三節了 第三節了 因為大家看到我們桌面沒有了電腦 那... 因為稍後要講的就是南京大路山 我們都歡迎封建好嗎 是的 歡迎一些網友 有些聽眾有興趣的 打電話進來大家聊聊天 我們的電話是二八九二七八四一 二八九二七八四一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討論一下南京大路山 究竟有還是沒有呢 我覺得這個真意點 中國人一定說有的 日本人打死都說沒有的 這個是真意點 不過我們簡單說說 所謂南京保衛戰 其實說的保衛戰其實都很好笑 是啊 其實如果看回實力來說 上海會戰 即是宋武會戰 國民政府投入七十萬人 但是守南京呢 是幾人呢 是十萬人而已 其實少了是七分之一 而且當時來說 宋武會戰的戰區總司令 先前是馮玉祥 後來是蔣宗正先生 好了 去到南京保衛戰 竟然找唐生智 為什麼會找唐生智出來呢 基本上呢 國民政府已經簽了刀 剛才提到 已經大撤退 南京已經沒有什麼人了 所以南京基本上呢 就不想在南京真的跟他們砌 因為上海已經砌完了 那麼想著 國民政府也都想呢 南京好像跟北京一樣 就是叫做一個叫做 就是撤退 一個撤退 令到不要被破壞 因為第一天有中山寧在那裡 南京保衛戰開始 日本人打南京呢 就12月7日包圍南京 12月13日呢 就是南京淪陷 其實一個星期而已 嚴格說的 所謂南京保衛戰呢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 打得很差的 其實這場仗是 就是這樣 然後就走了 因為他又不想 南京受到上海那樣 戰火吹殘 這個是很重要的 當時的考慮 是 因為當時呢 南京保衛戰的 那幫官兵呢 其實這個心態很矛盾的 因為上海失守了之後呢 其實南京呢 就是淪陷 就危在彈夕 但是你作為首都呢 你又不能夠不守喔 好了 但是呢 你又不夠兵力守喔 因為南京呢 是所謂四戰之地 經常呢 是受到呢 是四面的圍攻的 那 好了 那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其實當時呢 軍事委員會呢 都是有爭議的 喂 找誰來守啊 怎樣守啊 要打硬仗 還是打圓仗 所以圓仗 就是打打 然後就走了 大廁退後 那所以呢 最後呢 就找了唐生智 唐生智呢 他是 之前呢 湖南的一個 是將軍 那其實呢 很牙耳氣 那他呢 就率領呢 十萬部隊呢 就守著南京 但是呢 如果看回呢 十萬部隊其實 沒理由十一個禮拜這麼慘 哦 那怎麼知道呢 就是因為呢 唐生智 因為當時來講呢 唐生智部隊呢 那個的通訊和那個配備呢 其實呢 都是不及得日本軍隊 日本軍隊呢 一圍圍圍了你之後呢 於是呢 就呢 越來越縮窄那個防線 說真的呢 唐生智部隊已經呢 已經呢 盡了他最大的能力呢 去抵抗這個日本軍 但是當時來講呢 日本軍人呢 是出動 即是促動了 是二十架裝甲車 但是不要說 中國呢 是一架裝甲車都沒有 那在這樣的實力懸殊之下呢 那結果呢 最後呢 就被包圍之下 就呢 決定呢 在十二月十三號啊 當呢這個在鄰近乳花台這個地方失守之後呢 唐生智部隊呢 就決定呢 是突壞 突壞意思就是撤退了 嗯 在這個撤退呢 基本上呢 當時國民政府有一個 就是自我期望呢 期望什麼呢 南京的淪陷呢 跟北京的淪陷一樣的 都是比較上呢 就不會那個城市很大損傷的 因為每次上海上海 其實基本上海打得熊爛爛爛的 如果我們看片呢 上海是爛爛的 除了租界以外 所有爛爛爛爛的 希望南京呢 就是就是 不會那麼融融爛爛的 因為都希望 就是贏了回來 都會回到城市路嘛 但是 不過 日本就不同了 日本軍人都 對日本軍人 進入南京的時候 大陸師團的 那個 什麼 長谷壽夫 大陸師 大陸師團 進入南京 日本人入南京 他的心態不同 他 因為之前呢 日本初初打算 作為中國的激論 公爺是首都 包裹的首都 立了你 搞掉中國 但是打南京之前 中國政府已經遷到了 那就是首都不在南京 他們覺得其實打南京的意義不大 於是會出現呢 坦白說 日本人真的都讀過中國歷史 什麼 揚州十入 嘉慶三童 嘉慶三童 學清兵 學清兵入關 所以進入南京市的時候 基本上 日本軍隊 就是三個東西 殺字 殺 就是殺 奸 搶 基本上 那些部隊 二十萬部隊 進來南京 是全面 搶殺 第一 見男人 就當你是軍人 殺 第二 見女人 當然是全捉了 捉了 還有維安婦 還有維安婦 然後搶贏 其實當時的日本人 那些日本兵 都是農民 而成為軍人 都是比較窮 基本上日本人 那些兵都很窮 窮地方出身 那就是這個單 他那個司團 所謂的大陸司團 其實十天 南京殺了三十萬 是啊 其實他用這個方法 其實在執行 當時日本人的一個政策 就是要用一個很強硬的政策 去令中國屈服 那如果看歷史呢 在南京保衛戰結束之後 即是南京失守之後 其實呢 對於當時來說 國民政府有一個很大的震盪 因為呢 根據《掌中正日記》裡面 所說的 在十二月十六號 即是南京在十二月十三號 是失守了 在十二月十六號 在《掌中正日記》裡面 就已經講到了 就說 近日 國內各方人士 與黨中還要負責同志 均以軍事失敗 這個軍事失敗 即是南京失守 非速求和不可 這個呢 是十分之嚴重的 他們呢 幾乎是縱口一辭 即是大家都有這樣的說法 很雖然之 就是當時來講 日本人這個舉動呢 其實是令到國民政府裡面 有一些親日派呢 是動搖的 幸好呢 當時呢 蔣中正 蔣委員長呢 就是 嚴恥出責 並且堅守抗戰的立場 基本上 日本呢 在南京那裡 整整了十日屠城 他們 搶殺 其實最後呢 在東京軍事法庭的時候 審過 東京軍事法庭的時候 當時 很多證人 包括一個美國教授 看著 美國教授在南京金陵女子中 也有一個教書 也有一個歷史教授 經他眼見殺了兩萬人 第二 日本有些兵 日本的兵 有些可能殺了太多人 我想大家聽的很出名 就是所謂八人斬 就是比賽 兩個中級軍官 和大家鬥比賽 拿把軍刀不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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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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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鬥比賽,人們跪了,然後就不斷斃 其實大家想想,當時南京整個城市是籠罩了一個恐怖氣氛 第一,南京捉了當你是國軍,捉去殺 殺到那個情況,日本人殺到手軟就開幾個張掃 跪在長江河開幾個張掃,然後就抹活了 所以現在有些朋友去南京,南京所謂的大屠殺紀念館 他有介紹到一個萬人坑,死了一萬人,把骨頭找出來 在整個南京,日本人殺那麼多人,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當時在日本,他本身國內期望 攻擊南京透過一些恐怖的手段,令中國人屈服 這是第一點 第二,在國際上,他也擔心 擔心什麼呢?擔心國際引起一些反彈 當時其實南京裏面也有一些外國人 特別可能大家都聽過,有一部電影也介紹過 有一個德國人,最後他又救了很多人 救了很多女人 救了很多女人 只能救女人,男人也救不了 沒有辦法 在整個過程底下,由南京大屠殺,由12月13日淪陷之後 一路去到2月,足足這三個月時間 日本人對南京完全摧殘 而這個摧殘對希望呢,就是令中國屈服 但同時,其實中國呢,因為第一,牽了一刀 第二,亦都準備了一個大會戰 當時,無論整個中國氣氛裏面,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有些人就覺得,嘩,中國不行 第二,就覺得,嘩,不如求禍,投降 而第三,就是基本上有些要跟他組裝 而這種組裝法,其實基本上在1938年 國民黨呢,也召開一個全國的臨時代表大會 臨時代表大會呢,就定了一個方針和選舉 包括選了蔣宗正做總裁 所以今天呢,很多國民黨 第一,叫他先總統長公 第二,尊稱總裁 是當時的會議講出來 還有,副總裁呢,就選了汪正偉 這個壞公恩 所以呢,見到呢 就是,縱然,在這個歷史上呢 對於蔣宗正的評價是怎樣都好呢 但是呢,在南京保衛戰之後 南京大屠殺之後 在抗戰的這段歷史來講呢 其實他那個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 因為他堅定地去進行這個抗日 是令到呢,當時呢 中國呢,是免受日本人的侵略的 因為日本人呢,是很奸的 他一方面呢,跟你說 嘩,我呢,侵略你了 另一方面呢,他又給你一些條件 我呢,不是很想跟你打的 你答應我的條件呢,就可以了 而呢,以這個南京保衛戰之後的情況呢 日本人呢,他又不親自找你 他又透過他的老友記 因為當時他的盟友 德國駐日,即是德國駐中國大使 這個呢,是陶德曼呢 就交一個和義的條款呢 是給當時孔祥熙 那日本人呢,就很奸的 那就交一個和義給你 嘩,不如這樣吧,大家談和吧 那樣,但是,結果呢 啊,蔣宗正先生呢 一見到這個條款呢 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一接受的話呢 就無疑呢,是將中國呢 是... 日本人的控制 成為了王國路 這個是,蔣宗正先生呢 在抗戰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來的 在南京屠殺 當時被佔領期間呢 基本上,中國呢 也都是... 就是... 力主抗戰 就結了,也都有點和 在日本本身來講呢 都... 也都佔領南京之後呢 他都要重新再檢討 好,我們先講中國 中國當時呢 1937年12月左右呢 就... 軍事委員會搬去... 搬去... 武漢 那... 而... 兩黨... 也都是一次重新一個結合 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 那當時呢 12月18號呢 那... 珍萊 博古呢 王明呢 就作為一個共產黨的代表 南京... 不是,對不起 去... 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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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由延安 就來到武漢 那... 就... 作為一個協調 那當時珍萊呢 其實跟蔣宗正提出 不如兩黨合作 第一,兩黨 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合作 那... 第二呢 就... 平時聊天 issues 說一些大陸事情 所謂大陸事情 開放物品、 那... 請支援窗給我 去滑坊跟你ami 那... 那當時蔣宗正呢 第一就 定位就是說 不是兩黨合作 定位就是,第一,國民政府下面多黨共同參與,而成立一個國民參政會,就是國民去共同參政,當時推動共同參政,這個參政很厲害,包括國民黨很多人進去,而共產黨也有很多代表,包括最後選了十幾參選, 包括毛澤東、博古、黃明、鄧炳超、董必武、林伯渠這些都加入了國民參政會,大家想想,當時南京被佔領,全國要進入一個抗戰,在這個期間,嚴格說國家以軍事為主,所謂軍事委員會是軍事為主的,就是為了在一個自治的國民黨, 戰爭的方便,但是國民黨當時也提出,在軍事之外,應該有一個國民參政,就是大家要參加,團結起來,各黨、各派團結起來,就成為一個國民參政會,這個很難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民主,坦白說,就是多黨參與,包括共產黨,大堆, 當時,當時有些青年黨,有些很多小政黨,包括找很多學者,整個國家的氣氛,當時對日本要打仗,同時在國內,是相當一個民主,或者一個叫做,起碼是一個大家共參與,這個其實是很難得的, 是的,沒錯,因為在國難當前,一定要團結一致,其實歷史告訴我們,如果中國不團結,永遠不能夠抵緣外敵,後來更加,不用說進一步,在世界列強之中,暫留一個位置,因為中國本身,如果我們看回歷史來說,其實外國人是很知道,中國是很容易, 而分裂的,你看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是制定很多政策,都是希望中國是分裂作為很多個政府的,例如,這個魏滿洲國,後來的華北地方的自治政府,蒙古地方的一個自治政府,其實他們都是用這個方式去分裂中國的,好了,去到後來,魏、汪精為政權, 以南京為首的魏國民政府,都是一個分裂中國的政權,所以如果我們不團結一致的話,基本上是會被外國人有機可乘的 或者說到這裡,如果各位網上朋友興趣,都可以歡迎打電話來,我們大家討論一下,我們的電話是2892-7841,2892-7841,歡迎大家來討論一下 好,剛才我提到,中國方面就會搞一個國民參政會議,包括全面合作,抗戰,而在日本同時,193841月,天皇也舉行了一個預前會議, 那麼預前會議呢,他又搞事,他就在這個預前,就一月11號,他舉辦一個預前會議,叫做,那個名字叫做,名字叫做,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論 好,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基本上,中國法律黨,今天來說都叫做中國事變,他不是和中國開火,他說中國事變,他們今天都在說事變 他不承認侵略的 他不承認侵略,又沒有打略,他只是進入而已,最多說進入而已,大哥,你進入我的家,大哥,有沒有搞錯,叫進入不是侵略 這個就是日本的狡猾,當時的文字上都是狡猾的,可能是想著輸的,怕會被人抽猶算帳,寫得好像很忠誠,叫做中國事變論 但是根本,當時他定了一個方針,第一就是要在佔領南京之後,要再打下去,打徐州,武漢攻去 第二呢,他也談到一件事,就是前卿提到,在中國人當中,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人去擔任那些所謂自治政府 至於南京之後,其實他已經考慮成立了一個南京自治政府 不如學理國民政府,你又從重慶搞國民政府,我又從南京搞國民政府 日本當時在這個,所謂這個討論的中國事變處理,天王會議,基本上都定了一些方針出來 是的,剛才麥先生提到的就是,這個全名叫做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 1938年1月11日,在日本的預前會議裡面是定立的 那裡面其實是定了幾個大方向 第一,是要中國放棄跟他的戰爭 並且排除共產黨,與日本成立一個共同的防共政府 另一方面,就要中國將自己的關稅、貿易等等的項目交給日本人 而正如剛才所說的就是,中國是要承認魏滿洲國 好了,這個做法正正好就是,日本是希望挑撥中國裡面的親日勢力 成立一個魏滿洲的政府,即是一個魏政府 所以在他的根本方針裡面,就已經有一個所謂的扶持新的中國政府這個決策 當然啦,目標是誰呢? 當時日本人就很奸的,找人的 既是對手,就是重慶的蔣宗正先生 另一方面呢,又找一些老友記 包括呢,找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這個人呢,就是叫做 叫做 孫野祥之 不是孫,是圈野祥之 這個人呢,是很特別的 這個人呢,就是什麼呢? 就是曾經幫助過孫中山先生呢,搞革命 跟國民黨很熟很熟的 就找他呢,在香港呢,找國民政府裡面的要員呢,去組織這個魏政府 當時呢,其實日本人呢,就期望呢,就找到一位 哦,我們有一個聽眾想打來,聊聊吧 阿Ken,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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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是在美國打來的 哦,美國打來的,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沒有,沒有,沒有,你們辛苦 不辛苦 沒有,我在洛杉磯這裡打來的 是 那有什麼可以聊聊天呢? 最主要就是聽到你們的節目,那些資料各方面都非常好 那麼,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請教一下 不知道,譬如說,我想搜集,看一下哪方面的書 有什麼書可以介紹一下 哦,你看,第一,我想你如果要看,在美國買書呢 就去看中文版的話,就在台灣書怎麼樣 那看那些抗戰,抗戰基本上都輸了幾多 有一本書呢,大家,阿Ken可以考慮一下,看看在美國有沒有的 那就是,這本書呢,就是阿郭廷爾先生 郭廷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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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這個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權威之一 那麼,他有一本書叫《近代中國史綱》 那麼,就在香港來講就是… 《近代中國史綱》 是的,就是兩冊的,兩冊的,在香港就是兩冊的 那麼,這本書呢,就是既簡潔,又詳實 老實說,如果講中國抗日節,那基本上呢,就可以很厚,都寫不完的 但是,郭廷爾先生,這本書呢,是很詳實地,很精耀地,將一些重點寫出來的 那麼,你可以參考一下這本書 你講出重點了 為什麼呢,不好意思,因為我不想阻礙太久了 不是 因為很多時候,自從你們有些節目之後呢 很多時候我都,譬如,好像郭廷新知 那麼,我也想多看一些關於這些近代史那些 因為我們以前在香港讀中學呢 你知道那個,就是中學會考那個,就是有那個… 那個限制 限制 是啊 1945年 你知道近代那些,我們讀到那段時間,甲暴就沒有了 不是 我們不能讀這方面的歷史的 很多人都知道我們這樣 那麼,還有去到,譬如有圖書館想找些書呢 哇,真的多得好像… 就是很多人寫的,有什麼轉什麼轉 很多很多的 那麼,有時候我曾經試過去找呢 都不知道看什麼書太多了,好像你這樣說 是 那麼,我亦都給你們多一本書參考一下 好 另一個呢,就是… 除了郭廷二先生之外呢 其實你可以參考另一個呢,阿蔣永敬先生 這個呢,也是在研究民國史的一個權威來的 蔣永敬先生 好,我寫下了 是的,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書 或者其實… 我最主要打電話來支持一下 謝謝 你們的節目,我都有很多時候都聽 雖然我們現在這裡早上,七點多鐘 開始聽到現在 好,謝謝你 這邊是早上的七、八點鐘 還有,最後一句就是說 很欣賞麥先生 那麼,多謝 因為,怎麼說呢 我自從你們人民命令未成立到 你們開始組織在一起 我見你很多時候都新鮮事出大頭 喊到聲西來見我做不到 因為那些聲音真的很厲害 這些可以能夠經常… 為什麼要維持到… 我早兩天才見你 在外面喊得很厲害 你又不會聲聲的 很好 好厲害 好厲害 蜜色很厲害 蜜色很厲害 很厲害 蜜色很厲害 夠韌力 夠韌力 人文發聲 我們為人文發聲 最主要就是支持一下 因為我們在海外做不到什麼事情 純粹是精神上支持 也是這樣 早前,毓民也去過美國 和大舊都 毓民每次來我也有參與他們的演講 謝謝 去聽他們的演講 今年他們就… 去年,毓民也來過 是,沒錯 當時還是以前的組織的身份 就是這樣 還有,不妨礙你太久了 因為你們正在做節目 繼續努力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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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開心 遠洋 在太平洋另一邊 謝謝… 其實我們看回 中國現代史 對於每一個人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對於香港的市民大眾 因為你了解中國的過去 你才知道未來我們的走向 也知道自己 香港的定位是怎麼樣的 是的,沒錯 當然,不過很可惜的一點 就是我們剛才阿Ken也提到 讀歷史在香港到1945年 1945年之後 那些歷史就開始就… 很難不兩極了 共產黨的寫法又不同 國民黨… 即台灣的寫法又比較… 都有一種說法 所以1945年之後 到今天呢 我想我們的節目一開始 現在打八年抗戰 說完八年抗戰之後呢 我們會進入國共內戰 接著呢 就所謂一個見證 見證六十年 然後遷台又六十年 在這兩個會… 我想我們會慢慢說很多 好了,比較… 我現在覺得比較爭議盛語的 或者有些呢 就似乎… 是一個… 一般歷史書已經不敢說了 對 不敢寫了 這個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 透過我們的節目 能夠多些讓大家去認識 和真的去探討 因為… 作為一個中國人呢 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 歷史是我們的根本 就是我們了解過去 才可以… 就是… 了解過去 才可以邁向未來 是啊 因為其實香港呢 如果大家有呢 是留意的話 其實在近代 或者現代來講呢 香港都是一個很獨特的地位 其實呢 我們又不用擔心 一國兩制 那個的變化 因為其實香港呢 自古以來 或者是這樣說呢 香港是一個呢 是很獨特的一個城市 那我們呢 要呢 是認識中國 現代史的發展 那才知道呢 是中國人 是香港人 在未來的定位 是怎麼樣的 OK 那我們或者… 現在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了 是嗎 好 多謝大家先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星期 會說些什麼呢 下個星期呢 我們會說一個 徐州會戰 那當然我們也會跳一點 就會說回去 那個… 太原保衛戰 太原… 即是說北面 對嗎 我們說了長江 長江沿岸呢 我們接著就說 北面太原保衛戰 即是炎老頭 炎石山的… 炎石山那一帳 當然也要提到 共產黨經常吹噓 平原關之戰 這個平原關 我們參與一個… 所謂叫做… 百年抗戰 他們說他們打得很激烈 不過他們好像… 整個過程呢 都是日本人死了一千個 他們都… 死了都是… 千多人 那麼… 他們叫做… 百年抗戰裡面 共產黨參與那個 百路軍的… 就是平原關的 其中一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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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即是下星期呢 就應該那個內容呢 是… 即是更加豐富的 那大家呢 可以呢 是… 即是… 到時來講呢 又… 又跟我們一齊呢 又可以找找資料 又打電話進來 那大家聊聊聊 那這樣 那我們呢 那今天呢 就… 差不多了喔 是吧 多謝大家 多謝